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我们就回顾了这个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模型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呢就有这个线程同步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解决这个线程同步问题的方法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的是这个互质量的方法 那么在随时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模型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有两个线程分别充当着这个生产者与这个消费者的角色 那么这两个线程就很有可能同时的去操作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如果同时去操作这个临界资源的话 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线程同步的问题 那么这个互质量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互质量它是保证当有某个线程 比如说线程一在操作这个临界资源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阻止另外一个线程去访问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就是互质量它的工作原理 那么在前面的这个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模型当中 其实引发这个线程同步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在于这两个线程它的指令是交叉的执行的 比如说在这里面先执行了线程一的两个指令 然后呢它的CPU就被抢夺走了 被分配到第二个线程去执行 因此接着就执行了线程二的三条指令 最后呢才是回到这个线程一 执行线程一的第三条指令 那么这样子的两个线程的指令 加上执行呢就引发了这个线程同步的问题 那么互质量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那么互质量其实保证的是 两个线程的关键指令 不会被这个交叉的执行 而是这里面的先后顺序的执行 举个例子 如果说是这里面的指令的话 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互质量 那么可能这个将会执行完 这个线程一的相关指令 然后呢才是去执行 这个线程二的相关指令 又或者说先执行这个线程二的相关指令 然后才是执行线程一的相关指令 那么这一个就是互质量他所起到的作用 这一个效果呢也称之为原子性 那么互质量呢 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些关键指令的原子性 那么什么是原子性呢 原子性指的就是一系列的操作 不可被中断的特性 那么这一系列不可被中断的操作呢 要么就是全部的执行完成 要么就是全部的都是没有执行的 不存在说部分执行 部分没有执行的情况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刚才的这个生产者的操作 那么生产者的操作呢 分为三条指令 那么如果是原子性的话 那么这三条指令 要么就是全部执行完成 要么就是全部都没有执行 不可能说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CPU被抢走了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个原子性的这个特性 那么这个互质量 其实就是保证了这些关键的操作的原子性 互质量呢 它是现成同步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互质量也称之为这个互质锁 我们简称为锁 它是一个处于两个状态之一的一个变量 它要么处于这个解锁的状态 要么呢 就处于这个枷锁的状态 这两个状态呢 就可以保证这个支援法门的创行 如果说一个支援被枷锁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支援被某一个线程所使用了 那么另外一个线程 如果说想要使用这个支援的话 只能等待这个正在使用的线程 释放掉解锁之后 另外一个线程才可以使用这个支援 那么这样子呢 就保证了这个支援访问的创行 那么操作系统呢 它是直接的提供了这个互质量的API 开发者呢 可以直接的使用这个API 来完成这个枷锁和解锁的操作 那么操作系统呢 所提供的C的API呢 就是这一个API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看一下这个互质量 它是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支援的枷锁和解锁的操作的 以及使用这个互质量 是怎么样解决这个线程同步的问题的 来到Linux虚拟机 那么在这里老师创建了一个Mutex LogDemo.cpp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用于演示这个互质量的文件 那么这个代码呢 老师后面也会同步给大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的具体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内容非常简单 首先是引用了一些头文件 接着定义了一个零件支援 然后是定义了两个空的函数 分别是producer 生产者以及consumer 这个消费者 接着是这个媒函数 那么媒函数呢 定义了两个线程 线程一和线程二 然后呢 线程一它执行的逻辑 是执行这个生产者的逻辑 线程二呢 执行的是这个消费者的逻辑 最后在执行完两个线程之后呢 还会打印这个零件支援的值 那么这个是这个C++写的 同学们可以不关注里面具体的语法细节 而是重点来关注这里面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们先来实现这个生产者的逻辑 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 循环 循环100万次 while times 减减 这里面干嘛呢 每一次生产一个产品 num加等于1 表示说每一次生产一件产品 那么同样的这个消费者 它的逻辑也是类似的 不过这里面每次是减1 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枷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枷锁 它运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推出编1 好的 接着我们执行 这里面每次都是0 可能是这个循环的次数不够 我们再把它增加 两个0 两个0 再仔细看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了 虽然说我们的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 他循环的次数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的number却不等于0 这就有这个线程同步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使用这个固质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固质量怎么定义呢 固质量定义的方法就是 p3 multi 这样子就初始化了一个户区量 接着我们在每一次加1或者简易的操作里面 加锁和解锁 那么加锁的操作呢就是这个lock 加锁 因为这个生产呢是关键的逻辑 因此呢我们要保证这个逻辑的原始性 所以我们要加锁 操作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它解锁 那么这样子就保证了加一页的过程当中 不会被加锁的执行 好的 这样子就完成这个加锁的操作了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简易的时候呢 也需要加锁的操作 简易完成之后呢 再完成这个解锁的操作 保存编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执行看一下 等于0 没有毛病 再执行看一下 等于0 说明我们的加锁和解锁是有效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发现 这个如果加了锁之后呢 会引起这个执行的时间会变长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加锁之后呢 会带来这个性能的损耗 所以说每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的时间都会变长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里面的逻辑 那么这里面的逻辑呢 关键就是这个生产者的逻辑 以及这个消费者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在关键的操作里面 进行了这个加锁和解锁的操作 那么这样子呢 就保证了两个县程 在执行这些关键的指令的时候呢 不会交叉的执行 从而保证了这个 灵界资源的县程安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护持量它所起到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护持锁 护持量的例子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 老师是使用了这个 C的API来实现这个演示的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对这个C语言呢 不太熟悉 那么也没有关系 在这里面重点是需要了解这个 护持锁 护持量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下来之后呢 同学们也可以查询 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是怎么样提供这个 护持量的API的 了解了之后呢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 来实现这个生产者 和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模型 并且来复现这个 现成同步的问题 以及使用这个护持锁 来解决这个同步的问题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